去吧 那个沐雨沫怎么还没回来 任务完成 她自会回来 这么无情 原来你不喜欢沐雨沫 雨沫我们一起长大 她是我的家人 看来雨沫真的拖住了唐连鱼 雨沫小心 神医何时开始医治大家长 你让人准备一百红烛十八面铜镜 明晚就医 好 那便仰仗神医了 此消息一出 顾家暗和三家都会知道 雷门的冲天剑 一定很贵吧 与雷门并肩作战时他们送的礼物 关键时可能救你一命 雷门可是名门正派 和你们暗和 还会并肩作战 暗和 不是任何人的敌人 哲书 你一边说着时间不多 一边要悠然自得很是闲事嘛 希望这场雨停的时候 一切都可以结束了 是啊 雨啊 倒是快点结束啊 掌柜的 要两间上房 两间 得嘞 最贵最好的上房 来福 领客人上楼 客官 到了 多谢 唐连月是你引来对付大驾长的 少安无躁 千万可 是 宇墨怎么会跟唐连月在一起 看样子 宇墨好像昏了过去 宇墨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唐蓮月为何不直接杀了她 小雨沫的本事 你也不是不晓的 不行 我得去看看 雨沫 是你 他是我们暗和的人 我既然来了 人就交给我吧 按说我要杀的是大家长 其他人与我无关 但是 看来你对我们暗和第一美女 还有几分怜惜啊 她这伤只有我能治 别试探我了 那就劳烦你照顾好的 先告辞了 你看什么 看你啊 我有什么好看的 那我好看吗 莫名其妙 口是心非 我与你无冤无仇 不想杀你 何必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呢 我守在这儿 只是怕你伤势太重 徒生变数 徒生变数 我守在这儿 知道了 那你打算一晚上多坐凳子上 天色不早了 不如 你睡这儿吧 我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看你为我疗伤辛苦 不想你染上风寒 你现在身子很弱 你的意思是 等我身子好些了 在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从来都是别人求着我 现在 倒像是我在央求你了 地上诗寒 要怎样 随便你吧 我 我 我出去一下 你要走 我 我水喝多了 玄武使 这事要去哪儿啊 回去睡觉 若你真的联系我这妹妹 就在这里守她几日吧 可笑 我为什么要守你们暗和的人 九霄城的天 要变了 大家长的头颅 我替你拿来 你小子 开工了也不叫我 头儿 十二小集结完毕 你 丑牛 丑牛离开的真正原因 我想你们也能够猜到 所有的一切 在今晚都会有答案 头儿 我们听你的 今夜 请大家务必守护好此处猪潮 护好大家长 头儿 你可以选择的 还当我是头 就记住我们的使命 我等无处使命 誓死保护大家长 大家长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神医 开始吧 好 水你可是医好了大家长 哪有那么好医啊 刚试完针 此时大家长 神识还是很清醒的 你呀 还是多关心你自己吧 整天心事重重的 也不嫌累 抱歉 刚才想起了一些事情 对了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和那个小胡子 到底什么关系啊 昌和 他 他真的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昌和和我一起做无名者 一起走出根哭院 一起加入苏家 什么人 好 好 好 头儿 是丑牛的十二消印记 不用看我 这会儿大家长还清醒着呢 有事你去忙好了 虚狗 你们把卧偶大家长和神医 我去去就会 是 是 臭牛 看来我让你离开 反倒是害了你